好的,我们一起看一下第九讲 第一个,谐音是中国独特的语言文化 理解谐音文化的话可以更详细的理解汉语 那么这个句子里面有两个问题 那么首先第一个,咱们一起看一下 这个地方要加一种 谐音是中国一种独特的语言文化 然后这个地方要加量词强调一下 然后理解谐音文化的话 可以更深刻的去理解汉语 那么这个表示一种理解的深度 然后详细的一般是从内容方面 具体来讲多样,仔细这样的含义 这个地方理解一般和深刻来搭配 然后第二个,谐音是中国语言文化之一 通过学习谐音文化可以提高汉语水平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看下一个 教师应该用多样的例子 让学生在语境里学习中国的谐音文化 这个地方学习的内容 就是怎么说呢 学习这个动作它的范围太广了 这个地方应该更具体一点 应该是一个理解 好,看下一个 庄子认为对于教育重要的是 尊重学生的自然本性 那么这个地方用天性更好一点 说到人的这种属性的 属性的天性 然后因此为了发扬学生的本性 进行教育 这个是一个比较韩国语式的表达 那么把它 首先把这个进行教育去掉就可以了 因此应该怎么样 那么这个地方为了也可以去掉 应该发扬学生的 在这个地方用个性更好一点 或者是发扬发挥都是可以的 好的 然后看下一个 谐音是中国固有的表达方式之一 这个没问题 它能使汉语表达的更丰富 那么这个地方呢 这个表达呢 这样用更好一点 它能使什么呢 使汉语的表达更丰富 使什么更丰富 那么这样用 是更符合汉语的表达方式 然后最后一个 直说的回答 那么这个应该用直接的回答 或者是直接的进行回答 那么这个进行有没有都是可以的 好的 那么今天的就讲就到这